新北市五千公尺挑戰賽 連續舉辦六個月 17號晚間在萬里無雲的 杏狀田徑場惡力競速 賽事的好口碑吸引大批民眾 勇於報名 賽事從第一屆起就邀請 新北市的跑團來擔任各組配速員 加深在地跑友的交流空間 本次邀請盧州慢跑來下場配速 其實我們盧曼啊 我們的配速員會集體集合去三體練習 六分到四分我們都會一起練習 那你就去培養去感覺 你差不多你的體感到達什麼程度的時候 是幾分數你跑久了就會知道 歷屆有不少市長跑者 和陪跑員報名參賽 讓市長跑者除了一般的馬拉松以外 有更多元的賽事能做選擇 我非常感謝我的陪跑員 在一路上陪伴我跑步 從我非常連七分數在跑的時候 慢慢的陪我跑 他可以犧牲他的速度陪我跑步 然後一直陪著我成長 進步到今天的這個狀態 我很感謝 我覺得帶他們出來跑 他們雖然眼尖看不到 雖然說我們是他的眼 可是我都一直覺得說 是他們的心帶著我們在跑 每帶跑他們一次 我就覺得我的心靈就豐富一次 新莊慢跑一直以來都大力支持 除了號召團員報名 擁有醫療背景的沈江育會長 也多次擔任志工 來表示對賽事的力挺 我們的會是對這個相當支持 那因為他有五個組 那每一組我們大概都有五個人以上 所以說基本上都有二三十個人來參與 五千公尺因為他的距離不長 所以要進行的跑 但是進行的跑容易發生意外 那有建立此我們希望就是說 有醫療背景的來當任這個志工 那也許大家都有訓練 但是呢情況每一天都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平平安安的 來做玩這個比賽 最強是名標5K名額有限 報名搶手 五月長次將在五月十五號 再度在新莊田徑場舉辦 詳情請關注尋包王粉絲專頁 孫耐TV新北報導